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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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一把M60 还一把M60 然后呢 然后咱就用用就等了这 我看一看这把枪的话 它这个火力应该是 和炼狱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除了外观的话 就是该黄的给它整黄了 对不对 该黄的给它整黄了 对了 还有要说一个事情就是 这毕竟快过年了嘛 对吧 毕竟快过年了 咱要进行一下咱们的习俗 可能很多官员都知道 就是咱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是要发红包的 然后还是要露脸呢 对吧 可能很多观众没有见过 我长什么样 那咱们就是2月14号 也就是蜡月29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前一天的晚上 晚上7点半到10点 CC直播黄金号336699 然后呢露脸 再加上给大家发5000块钱红包 上一年的话 就是我康作解说的时候 给大家 视频前的你 如果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京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肾虚引起的 腰酸被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 3400 中药秘方调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 问诊微信 878 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接客兼免费咨询 收集成为空中空间了 是可以发红包的 然后呢 咱们大家只需要做的就是 加我的QQ 306 209 8150 然后的话 到我的空间里边 到我的空间里边 点一个关注 到时候我发红包的话 你就可以想到了 我记得上一年应该是 没有点关注的 是领不到红包的 必须要点这个关注 的话 就是比如说在微博 或者在其他地方发的话 都需要这个关注的 而且咱大家可能 可是用QQ 也用的比较多 微博用的比较少 所以呢咱们就 寻找一个比较 简洁的途径 那就是在空间里边 大家去关注 到时候的话 那月29 晚上7点半到10点 我会在 在空间里发红包 一个最高的 好像是200 一个最高的是200 我去这发5000关键红包 这是够我发一会儿的 这够我发几个小时呢 对不对 咱就是 到过年嘛 咱大家讨个彩头 图个吉利 对不对 可能到时候的话 就是人太多 抢不到红包 然后就有的观众说 说杨哥呀 我抢不到红包了 哎呀 我不高兴了 对不对 咱发这个红包 就是图个吉利 抢到的话 就是抢 抢到的话挺耐心 没有抢到的话 也不打紧 对吧 这毕竟这 才5000块钱 然后呢 相对于咱这 好几万的观众来说的话 可能这 并不算太多 对吧 并不算太多 这这确实 杨哥我这 这是已经把明年的 那条钱都拿出来了的 对不对 把明年那条钱 我就拿出来了 大家也别先少 咱大家就是 图个乐盒一下 就可以了啊 咱大家图个一个乐盒 还有呢 就是咱们就 肯定是比不了 就是别的那些大主播 对吧 就是杨哥我 刚入这个行 这算 蛮达满算 对吧 上一年发红包到现在 蛮达满算 一年的时间 对吧 一年时间的话 然后咱 是反正 这这这 反正5000块钱 别说了 对吧 再说 发必须发 对不对 到时候你们不去抢 跟你们急 行不行 到时候必须去抢 必须去抢 OK 咱们今天 发红包这个事 咱们就说到这了 那咱们再说一说 就是一个最近 比较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出租车 和滴滴司机的事件 就是出租车 和滴滴之间的战争 对吧 他们已经升级成为战争了 因为我看新闻的话 就是好像哪个地方 出租车司机 就是 就是聚在了某个地方 对吧 要求取地 要求取地滴滴 不能开滴滴 必须让出租车来开 对吧 必须这个城市 只有出租车 没有滴滴 对吧 然后就是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咱们小伙伴 平时是做 滴滴 做的比较多 还是做出租车 做的比较多 就是那样一种情况 就是出远门 也不算太远 就是 比如说一个 大准时之间 对吧 就是 需要出门坐车 你们是坐滴滴 还是坐出租车 当然了 就是开马萨拉蒂的 你给我出去 开马萨拉蒂的 给我出去 还有 后边开中泰的 开中泰的跟上 开思域的 开思域的 别找了 我找到现在了 没找到他 对不对 就是 我感觉 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出门比较远 我是坐车 可能十次 有九次叫的 都是滴滴 然后呢 那一次 那一次用滴滴 叫出租车 那是因为旁边 没有滴滴了 旁边有出租车 我用滴滴 那个软件 卡了一个出租车 过来着 就是 也有很多人说 说 最近的话 这个滴滴 已经抢了出租车的 饭碗 对吧 你让广大的出租车 司机怎么活 广大的出租车 司机这么活 对吧 那咱们现在 可以说一说 就是 你坐出租车时候 你坐出租车时 遇到的 不开心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当然了 我的意思是说 出租车 大部分人 还都是好的 只是碰巧 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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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素质的司机 可能恰巧 就被我们遇到了 对吧 就是咱坐出租车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绕远路 对吧 坐地起驾 还有呢 就是通过某些手段 按地理 调高 那个计价器 就比如说 才跑几公里 那一挂挡 一斗 哎 这个计价器 翻倍了 这趁你 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然后呢 还有那司机 态度挺不好的 然后各种 各种怎么样 怎么样的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 咱们 坐滴滴的时候 如果遇到 服务态度不好的 如果遇到 就是这个 乘车体验不好的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给个差评 对吧 但是坐出租车 坐出租车 就是服务态度不好 或者是 乘车体验不好的话 投诉 可以 可以向出租车 公司投诉 但是投诉的话 好像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不对 好像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呢 可能会有的观众说 说杨哥呀 我感觉你对这个 出租车是有偏见的 我对这个出租车 是没有偏见的 就是咱们来 说一个 比较客观的事实 对吧 比较说一个 比较客观的事实 滴滴抢没抢 那个出租车的生意 抢了 抢了很多 对不对 抢了很多 为什么滴滴会让 大部分人去选择它呢 就是因为它比较方便 对吧 因为它比较方便 而且呢 就是价格 还有这个路线透明 对吧 就是咱们坐出租车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咱 咱们家小伙伴 有不少人 遇到那种 就是绕远路的 对吧 绕远路的 这种 确实它就欺负你 人生地不熟的 然后它就给你绕圈 对吧 它就给你绕圈 那你没绕 但是你不认识路啊 现在的话 这有导航了 对吧 而且呢 那滴滴司机 它也按着导航走 对吧 它也有那种 规定的路线 是不是 这样就是比较好了 我就想说一句就是 关于就滴滴和 出租车司机 他们归根结底 就在于 如果你不进步 你中间会被淘汰 对不对 如果就是你止步步前 你中间会被淘汰 以前出租车 确实挺方便 但是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 那个有一些 低速度的司机 败坏了出租车的名色 但是现在出租车和滴滴 相比的话 滴滴首先数量多 对不对 首先数量多 而且滴滴司机的话 可能就是成本也比较低 也比较自由 对不对 而且现在就是 也比较方便 对吧 咱大家伙图的就是一个方便 省钱 对吧 首先呢 首先就是方便 然后是省钱 他俩还可以 甚至可以画个等号 对不对 由于大家可能 乘坐出租车 体验不好 所以才会选择去滴滴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某地 不是某地 大多数地方可能会对滴滴进行一些限制 就比如说就是 就比如说就是某个地方 就是本地牌的那个 本地牌的那个车 才可以在本地牌就是 运行滴滴 对吧 就是现在的网约车这样的 其实呢 从这一点 咱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真的 如果是一个人 止步不前的话 会被其他人所淘汰 如果一个公司止步不前 也会被其他人所淘汰 所以呢 那我们就是要做的 就是像穿越火线这样 对不对 那英雄女武器 卡卡往外出 王者武器 卡卡往外怼 对不对 那什么 按月能量核心 卡卡往外扔 对不对 你爱买就买 你买不买 反正我出了 总有一个人会买 都地掉 都地掉 咱们现在还有 哎 不对呀 这僵尸怎么这么少呢 这僵尸呢 僵尸呢 你让他上来 今天我做意思的 僵尸在哪啊 我就感觉我这火力 我去相当的狠 我一个人可以 可以干倒他们了 一个人就可以 抵上其他玩家的火力了 我去 这火力太猛了 这边有一个 来过来来 今天我打死你 来过来来 做意思你 死不死 我去你还敢上了 你还敢上了 你 就就是一个中介织 你还敢上了 来 你过来来 怼死你 嘚瑟 那咱们再打完这一盘吧 咱们就结束今天游戏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 最近可能你杨哥 就是玩这个换行动 玩的比较多 看下我一件事情 我也会尽量的重新 是吗 看下我一件事情 咱们也尽量的重新 好 现在咱 怼死一个 赶紧跑 怼死一个 赶紧跑 哎 变身 来过来来 今天我高低 我怼死一个 对的时候看到没 哎 高低我就能怼死一个 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了 这怎么一个都怼不死 这这这这 这怎么一个还怼不死 哎呀 罪过呀 罪过 好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 幽灵猎手 那咱们看他打完之后 再结束今天的视频 然后就请大家 多多支持一些 就是换野行动的视频 因为很多观众说 这个咱要多 多元化发展嘛 对不对 那咱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